好 县议会的消息了 来看到花莲县议会总执询 县议员黄玲兰 黄兴 以及陈建宗提出了 农民蓄水池申请困难 吉安中正路东西巷道路 烟业场的火化 以及联合封年节期间的 五倍券优惠等议题来进行执询 早上飞 现在开始 9号上午花莲县议会 进行县政总执询 县议员黄玲兰提出 农民蓄水池在申请过程当中 农业处水保科的刁难 是否能够详细的了解 农民的需求再做决定 每次申请 它应该核准是在两公顷以内 那么民众申请一甲八 它就准一个三分 四分 五分 然后告诉农民说 你做好了 我准的这个面积之后 你四分地做好了 你后面的一甲市再来做申请 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农牧用地 我就是农牧用地 政府颁定的 我是农牧用地 所以我就是要做农业的使用的时候 我就申请了这样的一个 简易水土保时 那么农业处水保科千雕万雕 都要让民众批语奔命 荒兴议员则是对于 吉安乡河流整治 联合排水 旧烟厂文化价值 吉安中正路2.3公里 东西向道路 中心路 道乡路 铁路高架 以及土地的使用强度提高 等等提出看法 但是时空的一个转变 那现场现在 把目前规划为 是我们的运动休闲公园 这个也是可行 那这里面的部分 我比较希望 因为烟业厂有它的历史运地 跟历史文化的部分 在建制的方面 但现在里面的部分 会有Bobo部落的一个寄会所之外 还有把我们客家的文化的部分 跟原住民文化的部分 我们本身历史文化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它 能够用早期的历史的一个观点 把它截入 或者是把它能够完整的一个呈现 现场也同意 陈建中议员 咨询时认为 封年节期间的五倍券 在花莲使用的优惠 原住民行政处 及观光理由处 应该要想办法 把五倍券的效益做大 让游客来到花莲消费 尤其最近办了 最后花莲县县 最后花莲县长许正威也对于 吉安相救烟业厂在未来的活化及使用 做详尽的说明 您提及了这个就业业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是教育处和文化局 有在共同努力来做 第一个文资的保存的部分 还有它的这个深刻的这个文化笔定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有关于这个文资的保存的部分 文化局已经有到整个厂业厂里面 去做一些定位 也就是说把该园的建筑物先把它留下来 那其他的我们现在刚才初步的规划 也就是刚才历人看到的 那现在未来 现在已经送到内政部都委会去了 所以还要等内政部都委会 把主地的部分离清之后 回到现在我们就开始 再做 相关的咨询内容也将会在回栏电视台 20频道每日下午4点进行播放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